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洲 拉丁美洲人民 反帝革命风暴为题材的大型歌舞 日本人民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 争取独立 民主 和平与中立的斗争 利奥波德维尔刚果人民 向美国侵略者和他的走狗展开英勇的斗争 户屈的多米尼加人民拿起武器反对美帝侵略 英雄的越南人民狠狠打击美国强盗 美国强盗 反地斗争的烈火遍地燃烧 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 反地斗争必胜 美帝国主义必败 长鬼是采用先进的焊接技术 把每根12.5米长的普通钢鬼占接成1000米的长钢鬼 中间没有接头 过去每一千米长的线路 有一百六十个接头 用来连接钢轨的甲板和螺丝 需要耗费六七吨钢材 北京铁路局制成的 机械化装卸长钢轨列车 每卸一公里长的钢轨 只需要二十四分钟 这种列车 每四十分钟 还能直接收回一公里的旧钢轨 铺设长轨 可以使行车平稳 提高行车速度 同时又节省钢材 从北京到天津 已经全部铺设了这种长轨线路 青海高原海南藏族自治州 新海县糖奶亥公社前进生产队 今年小麦获得丰收 这里使用的两种佛手麦 抗病力强又能高产 这个队有藏、汉、回等民族社员 是个多民族的生产队 解放前 这里生产落后 粮食平均亩产 只有一百斤左右 解放后 这里实现了农业集体化 社员关心集体 劳动积极 努力贯彻农业八字宪法 连续几年获得好收成 1964年 粮食作物平均亩产达到五百多斤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山西省平定县 索黄公社利弊生产大队的社员 以大寨人的革命精神 战胜百年不遇的干旱 骨子获得大面积增产 第一生产队队长 省农业劳动模范赵三虎 在重骨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他领导的队平均亩五百多斤 由于大队开展一帮衣 一对红 一片红的笔学杆帮超运动 学习赵三虎的重骨先进经验 一千多亩汉帝骨子 平均亩产三百多斤 比去年每亩多产七十多斤 有的队平均亩产 还达到六百多斤 沈阳农学院教授公鸡道 从一九五五年开始 精心培育分支大红碎高粱 这种高粱 每颗能长五个到九个碎 它的产量高又好吃 公鸡道教授 在科学实验中走群众路线 悉心向老农学习 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 黄元陵 用它丰富的生产经验 最早适种成功了这种高粱 公鸡道和黄元陵 一起总结种植分支大红碎高粱的经验 这个新品种高粱已经大面积推广 平均亩产比一般高粱多一倍左右 亩产最高的能达到一千二百多斤 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干部种实验田 已经坚持了八年 过去有些人认为成都地区不适合种棉花 干部们坚持科学实验 虚心向老农学习 采取三结合的办法 连续两年市种棉花都获得了高产 这一事实 推动了全省棉花生产的发展 实验田里的水稻油菜等农作物 也连续几年创造高产记录 通过种实验田 省委领导干部取得了直接的农业生产经验 领导农业生产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同时也促进了机关革命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